缝制了将近四万颗水晶的婚纱 将要展现幸福高贵的一面 记者张宋景先赌微快 到婚纱店看了这件闪闪发亮的婚纱 这一件为李嘉威量身定做 价值五位数的婚纱 星期二由婚纱店四名工作人员直飞北京 呈现给新娘子本人试穿 为星期六的婚礼做好准备 这套婚纱是特别为李嘉威设计而成的 总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价值一万三千多块 总共用了三万八千多颗四花落水晶缝制而成的 每一颗水晶都是工作人员一针一线缝制上去的 婚纱的每一个细节都代表着对新娘的祝福 比如水灿的水晶象征着李嘉威的事业将大展光芒 除了这一件 李嘉威也将在婚宴上依三件晚礼服亮丽出场 连同拍摄结婚照的九件礼服 全部都是特别为李嘉威才制的 李嘉威混纱礼服系列以梦幻女神为主题 相信乒乒乓女将穿上后将展现动人性感的风采 新传媒新闻记者张宋锦报道 乒乒乒乓国手李嘉威下午在北京的一家豪华饭店完成了他的终身大事 还邀请了500名宾客一起分享他的喜悦 梯上缝制了将近四万颗水晶的白色婚纱 李嘉威挽着丈夫的手步入礼堂接受众人的祝福 婚礼耗费了六位数的开销 当中一部分是花在新娘子一共13件手工缝制的礼服上 李嘉威和35岁的乌旭李超去年在中国注册结婚 据了解他们是通过朋友的介绍 经过短短的六个月相识便决定共结联礼 在北京举行过婚宴之后 据了解这对新人决定在新加坡举行盛宴来宴请好友 我比较相信缘分吧 跟他在一起从一开始到现在 还是感觉到挺舒服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磨练 需要学习嘛 一个人以前一个人跟现在两个人截然不同 我觉得他视野心特别强 对工作特别的负责 然后呢 因为他比我年龄也大一些嘛 然后有很多东西也可以 生活经验比我多嘛 都可以帮帮我教育教育我呀 因为我有的时候 自己还有点小脾气吧 任性 根据和拼总的协议 家威夫妇如果想要生宝宝的话 明年底之前就要完成造人计划 否则的话 就得要等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结果